你们这些批评的人 你们几种意思哦 现在你们在马来西亚 可以拿到几多钱的工资 你们现在在马来西亚工作 顶多给你们 三千多块罢了 我是说马币哦 可是你们来到新加坡 你们可以拿到三倍的价钱哦 三倍哦 三倍耶 是九千多块耶 你们还不满足吗 你们还要怎么样哦 你们以为这里是联邦吗 是欣赏吗 还是这里是马力奖 知恩除暴啊 你们所说的还有做的这些行为 让人家逼是你哦 我的香港的朋友 他要来新加坡做工啊 他也拿不到这个工资 也申请不到过来新加坡 现在你们就赢了咯 恐懒来恐懒去 他们现在还要高在新加坡SBS啊 现在听到我香港朋友说什么了吗 是本台法文明啊 哈 哈 你们做人阿嘎阿嘎就好 不要太过分哦 这里是新加坡 这里不是新商哦 各位新加坡同胞们 今天我要泄露一些新加坡 卑鄙低级的律师 像摩天龙那样 稀弄我们 要是你们是新加坡人 最好听着 如果不是 还是你们是马来西亚人 最好是 沾打你们的耳朵 听清楚 还有 不要来新加坡制造麻烦 这是关于13名公交司机 起诉SBS的案件 首先 我们是否知道他们是谁吗 他们可是马来西亚人 说难听一点 就是 马劳 我相信有很多新加坡人不知道 这个事实 当海家支持他们 还有捐给他们 不要脸的众筹 筹到大概是五万五千新币啊 不是麻币啊 是新币啊 他们是马来西亚人 关我们什么事啊 拜托啦 那些13个人 在新加坡已经赚了三倍 他们国家的工钱了 三倍啊 三倍啊 还要怎么样 既然能在新加坡 闹市要起诉SBS 亏待他们 那就滚回去 他们的马来西亚吧 他们那里对待员工 比新加坡还好吗 那边的公司还比新加坡 糟糕几十倍啊 好不好 不止薪水低 他们还把他们员工 当作是猪狗坑待的 薪水又少 要做长时间 还逼他们做些 不想要做的事 他们对新加坡SBS 不感觉就好了 但还马不知脸长的 抱怨新加坡SBS 对他们不公平 简直是万恩负义 他们以为来到新加坡 工作很简单吗 有很多人想来都来不到 好不好 还有啊 要不是新加坡人 我懒惰 他们能找到这份 驾驶工作吗 要是新加坡人能勤奋 不会挑剔找什么工作 他们那些人啊 就没门踏进新加坡一步了 没门啊 没门啊 Lostore 他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现在还要控告SBS 真是丢全华人的脸啊 最离谱的就是他们还跟那两个每次打输战的小兰 力士在一起 对付我们的新加坡SBS 简直是成何体统 造反啊 你们是否知道为什么那两个小兰会接受他们的案子吗 还不是为了钱 为了那些众筹的钱 那两个小兰啊 他们才不管他们的案子会输还是赢 只要有钱进去他们口袋里就行了 有钱就行了 才不管输赢啊 试问为什么没有其他律师能接受他们的案子 原因很明显嘛 就是因为那些马劳分明在闹事 所以才会找那两个小兰一起利用众筹起诉SBS 有股气的话就用他们的钱啊 为什么还要利用新加坡人 为他们众筹啊 没道理是不是 他们可是马来西亚人啊 马劳啊 光我们什么屁事啊 神经病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新加坡就是这么傻 这么拱 不分是非而去支持那些不善不思的人 还要支持一些看钱捏造事实 不道德的律师 真是蠻旧大书的 谢谢你们的收看 记得订阅分享 Bye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